2023杭州亚运会象棋团体赛第二轮 红方中国队六脉神剑赵欣欣 黑方越南队赖礼兄 这番棋杀的天崩地裂各种反转 咱们一起来欣赏 前面是仙人指路兵底炮队中炮 双方上马六斤补象 赖仙人跳鞭马 红方也是鞭马直居横居 足底炮 红方过攻双方再次出居 这开局也不算冷门 现在双方都有足底炮 红方得更猛一些 因为他居在这 你算算吗 接下来就是冲兵啊 黑方如果拱了 红方再进居抓炮 炮薄着马 黑方得想个办法 要么就直接跳上来 现场是进居抓炮 六斤对着其熟悉啊 他平炮对居 右边炮不管了 黑方没有上当 他选择吃鞠了 咱们看一下吃炮啊 怎么就不能吃呢 看好了 红方吃掉 踩了 换完呢 红方千万别想着 马退窝心 打死鞠 你如果这样走 你如果这样走就出问题了 黑方军没点不假 他卡马 飞了 中炮发射 炮阵无子 可以说阵的非常磁势 很难再出来了 你如果抓炮 他上面还有弹子炮 黑方一会就跳马 红方的不好弄 这窝心马最怕挂脚窝槽了 这骑红方是吃亏的啊 这里红方不能想着打死鞠 应该是往外跳 哎 不要挡住自己这个 现在不是还打着鞠吗 他想救出来 只能是中炮一惊 红方补左势 黑方想活命 只能砍相了吧 这时候 出老帅 什么情况呢 杀着底势 你没时间补 中相能动了 踩着黑鞠 这样红方占优了 前面讲了 黑方砍炮不行 现场吃鞠 踩扁 然后马七七六跳上来 红方补试 踩掉中兵 逃炮 这里还有个浸炮闪击 把他一抬 左炮打鞠嘛 黑方淘开 六斤干掉边族 赖先生补试 这是勾引红方打中族啊 现场退炮打鞠 如果去吃中族 黑方会抓炮 首先炮换马不太好 黑方吃完 鞠在兵型线 第二种 如果你逃炮 那黑方还能吃兵 你刚好不能采鞠 黑方也蹬着一个呢 切记带响呢 红方丢了马 那咱们再看一看 第三种 如果红方进鞠宝炮 那黑方走这个 可以从这里串打 他如果吃足呢 吃足就进炮 用编马登鞠 这个鞠啊 还得保着炮 他不敢吃底下 只能是平着走 那就给炮换了呗 换完之后 再把这兵一等 吃完还能挂脚 红方捕试 黑方再吃掉鞭饼 你砍马 我就砍炮 这样作为红方 应该是不太满意 现在红方没有吃中族 他退炮打鞠 黑方进两步 红方捉马 往回倒 上左马 黑方卸掉中炮 走得非常好 之后黑方就是进马 吃兵 还可以往这挑 别向腿 这兵也管不了 红方进去捉马 黑方踩上来 平局吃足捉刷 赖山下的稳健 他选择回马 饱炮 经过拆解 这里是可以踩中项的 红方虽然说 捉着炮 但是不能砍 只能是先吃马 然后黑方在捕项 形成担子炮 同时踩鞠 这个鞠一躲呀 黑方在吃掉鞭马 得回狮子 还捞个象 咱们再来瞧瞧 这里如果不吃马 先砍炮 那这就坏了 黑方卧槽一将 出老帅 然后捕项炮打鞠 红方鞠一退 黑方在进鞭马 之后呢 弄个视角炮 退鞠呀 跳马江啊 都挺厉害的 红方容易顶不住 前面讲了 黑方此处应该是踩项 实战回马看炮 走得保守了一点 然后 红方进九路炮 这回可要打中足了 足三进一 吃掉 堵项 采鞠 红方退一步 防止对手的马过河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黑方吃兵 红方就打鞭足 赖先生走 退底炮 这里红方还是打了 黑方有一个回马金枪 踩着炮 打着鞠 红方电炮 回马炮打鞠 这里其实往前跳不错 红方 红方躲鞠 用橡把兵吃了 跳马 打鞠 战类 马八进九 踩炮 红方呢就退回来 下面黑方是马九 近七 踩鞠 对炮 他不如去打中相了 对手用马吃不行 这炮打着底相呢 那用他飞 飞掉之后 黑方不能着急砍马 因为红方有一个飞龙在天 这边踩着鞠 这边吃着炮 黑方丢子 这里应该先走一个进马踩刷 红方要是进炮别马腿 那飞向还能踩 估计啊 他会平炮打底相 飞到中间 然后再逃鞠 黑方安心的吃鞭马 吃完鞭马的吃兵 这是最顽强的下法 当时没有打相 而是马九近七 咱们来看一下 红方鞠捉马 黑方炮打炮 吃马 立中炮 四脚炮脱根 现场红方出老帅 有点浪费部署了 最佳招法 进炮巡河 之后就是朝上运马 如果黑方退居防守 那红方就起边马登居 他如果蹬过来 红方进马连环 假设退炮别马腿 由于这个老帅在家里 红方可以选择退回来 不退也行 直接往上跳 有杀棋 黑方吃马也不是将军呢 咱们来对比实战 红方尸脚炮被抓 现场是初帅 黑方退居 准备将这马牵死 红方再回老帅 出去再回来 让红方的优势有些缩水 黑方捉一下马 要是稳扎稳打 肯定是马骑退六了 这边留个大将防守 六进怒了 往右边跳 这边下底居可以破市 滥先生一瞧 你红方左翼也是空门啊 来吧 马一击二 双方对攻就此展开 红方现在如果下底将 砍势 这个居走了 到时候马上不去啊 他决定先跳马 这是叫杀呀 下底将落势 挂脚 再退居吗 黑方只好先防守 红方将一局 黑方是不能垫居的啊 否则七马一将 你只能挑 红方吃居 这样红方就赢了 黑方只好落势 红方用炮打掉 这里还是不能吃 否则挂脚丢居 那不吃也得管呢 因为这边有杀旗 比方说黑方进马 那红方就退炮居将啊 上将再将后退 进马绝杀 老将出去上不来 居马炮的组合杀招很多呀 先把杀旗解了吧 不是 这回事 这回行了 红方打个底下 居将 落势 马一进三登居 对 全军出击 黑方平居战类 要玩铁门栓 红方心里有说 踩掉中阻 非常巧妙 你不能出将 否则 红方坎是一将 上将 红方就海底捞月打局 原本他是能电炮的 由于红方的马上去了 他这里可以将 只能上将吗 依然海底捞月 构思精巧啊 不能着急出将 怎么整啊 飞边向踩下底炮 红方给试敲了 这时候再出将 没死 红方退炮居将 黑方上将 平炮 解杀还将 当时赖仙人平居捉马 这里是不能踩炮的 否则红方有个 进马登局 切记 这边从底线 抠是绝杀 黑方 居丢了 稍有不慎就是个玩 蓝仙应对不错啊 平居捉马 这边还踩着炮 六斤把炮撤回来 黑方 打马 红方现在少子 但其实占优 想赢棋 得将这马运上来 六斤当时平居 准备将马接过来 这步骑是有问题的 他应该再打一将 然后再平居 让老将退到底线 目前在二楼 区别很大呀 幸好黑方也没走对 他是继马过河 这里最好的一招 应该是平将 如果此时 红方继马过河 黑方有一步 弃居杀将 你不能吃 他打中向 虫炮杀 不吃 黑方还准备 砍中士呢 也是绝杀 红方唯有 踩掉后炮 关键就在这儿啊 黑方的老将 已经调整好了 人家不用管 就退居 现在拱着马 这还要抽居 红方废了 但如果这个老将 在底线的话 就完全不同了 咱们摆一下 如果是这个造型 那红方可厉害了 老将在底线呢 这继马可以将 你只能出将 红方居站中 直接来个反了 黑方废了 好了 刚才咱们也解释过了 红方这里啊 应该是打一将 再战类 现场直接过来了 而黑方呢 应该是平将 他也没走 继马过河 又给了六进一次机会 他发现了 江义军 退将 跳马 过河 这回彩炮还是带响呢 黑方飞向 宝炮 红方退居 平将 进炮 别向腿 好 下一步是胜负的关键了 黑方原本就平炮 用相勘就完事了 现场怒了 激了 来个七子搏杀 打掉中相 红方一吃 黑方再打 称势 紧接着退炮 这个进马江 在沃曹江挺厉害呀 但红方这边更狠 马四进三 这算是解杀还杀呀 人家下底一步就没 同时狙呢 守住泪道 比如说你进马江 红方就捕士 你沃曹江呢 他可以出帅 红方的马走了 黑方不能平炮江 有狙看着 这骑下的非常牛啊 黑方只能是先躲将解杀其 六斤一江 一杀 掌掌时间 然后退炮别马腿 把对手的攻势化解了 这里抓炮的自杀啊 黑方进马 踩着兵还能挂脚 看着不错 红方将一下 上将 退居 腰队 简单明了 强迫黑方对子 不换的不好使 他不能躲居啊 红方照一张就完了 赖先生先挂脚 上帅 吃鞠 踩掉 这换完还可以进马江 黑方 炮别马腿 那么这个残局来说呢 红方已经是必胜了 马炮双兵啊 黑方家里就一个像 完全守不住 后面就简单看一下得了 是 这一本项 冠军 这一本就来说呢 我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斤赢了 击败了越南第一高手赖李兄 据说这番棋下了四个多小时 过程有一段是挺凶险的 最终六斤还是顶住了 我是四郎 关注点赞下期再见